好 最新現場畫面來看到 這是海基會秘書長高孔蓮 剛剛出發飛往上海 參加今天下午舉行的第六次江城會 預備性磋賞會議 投資保障協議可能沒有辦法簽成 但是我們還在做最後的努力 那麼醫藥衛生協議我想非常重要 對於保障國人的健康 維護消費者的權益 甚至於促進生技產業的發展 都有很大的意義 我想這個部分呢 我們雙方已經都達成共識 應該可以簽得住 好 這高孔蓮率領的談判代表團 一行失誤人 預計在10點50分就會抵達上海浦東機場 參加下午兩點舉行的預備性磋商會議 而會中雙方談判代表 會針對兩岸醫藥衛生合作協議的 簽署文本內容 以及六次江城會究竟在哪一天 還有在哪的地點舉行 而大陸海鮮會議長陳雲林 來台三天的行程細部安排 都會進行最後的確認